疫情緩和之後,教育局宣佈可以復課 我們一起看看動仔動妹如何準備 動仔動妹,我剛剛收到學校復課通知 蛤?是不是真的? 已經很久沒上學了,終於可以見到機仔和阿金 不過… 上學了,你應該很開心的,怎麼了? 我有點緊張,這麼久沒見同學都不知道說什麼好 另外,新學年都沒見過班主任 還有啊,我很久沒收到書包了,我有時間收到 又不用擔心,大家這麼久沒見一定有很多話題 我相信班主任也很期待見到你們 除了收到書包,記住這兩天都要早點睡 養成一個有規律的生活,才有精神上課 知道 啊,動媽動媽 怎麼了? 太久沒穿下服,我忘記了下服放在哪裡 就在這裡啦,不過這麼久沒穿,看來也要躺一躺 動仔,記住戴防疫用品啦 當然有啦,我已經戴了一個後備口罩和消毒洗手液 還有這支筆,還可以減少接觸按鈕 挑張鳥,古惑鳥,你好啊,很久沒見 哈囉啊,動仔 各位同學,進去學校之前記得要量體溫和消毒洗手液消毒上手 嘩,這麼麻煩的,又要量體溫又要消毒 還想要上課之前去打一下球 對了,不如我們靜靜地走進去吧 蛤,好像不是那麼好啊 虛張鳥,古惑鳥 現在非常時期,大家一定要做好預防措施 才不會逼病到入心的 量體溫可以確保大家身體狀況是良好,適合上學 而消毒洗手液就可以幫助消除病菌 嘩,為什麼桌子分開了? 現在要保持1.5位距離 這樣才可以保護自己和大家 啊,那上課就好悶咯 雖然是有點不便,但其實只要有些創意 上課都可以好好玩的 大家這麼久沒見 不如麻煩你們留在家最開心的事情 然後給同學說是什麼 咦,洞仔,你在畫什麼?這麼搞笑的 我知道,一定是在畫用Zoom上體育課了 是啊,這就是上次教練教的神龍帶了 哈哈哈哈 洞仔、洞妹,今天上課有沒有不習慣? 雖然學校多了很多不同的措施,不過我們都玩得很開心 是啊,我以為分開了1.5米距離坐 上課一定很悶 誰知一樣這麼不好玩 好期待明天上課啊 疫情多多少少都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 雖然有點麻煩,但只要用創意 其實生活上依然可以很有樂趣 記住大家依然是好朋友 不要讓口罩影響你們的友誼啊